李鹏 三十九岁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涉外旅游与酒店管理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大家好 主持人好 我叫李鹏 今年三十九岁 我想重新选择我的人生 所以我站到了今天这个舞台上 谢谢 好 欢迎你 李鹏 谢谢 他的声音怎么那么好啊 人还挺帅的 谢谢 还未婚呢 男人四十 一枝花 我希望我是那枝花 你当过兵是吗 对 入伍是好多男人一生的一个梦想 所以在我二十岁的时候 我就依然地加入了我们的 国防长城这个户队 你从退役之后到工作 中间隔了四年 这四年你干嘛去了 读大学 退出现役以后又到高三 湖南又复读 又复读 又复读 对 然后到长沙又 欧读到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对 学的涉外旅游与酒店管理专业 大学毕业之后进入了某航空公司 对 担任乘务长的工作 对 然后一干 我的天 一干是十四年 你当时应聘进去的时候 当时起步的时候什么岗 起步的时候是空情人员的基本岗乘务员 空中乘务员 那您能讲一讲这怎么升上去的吗 都做了哪些事情怎么进步的呢 在飞机上从机长到乘务长 公务舱乘务员 然后间隙乘务长 各个级别的这个不同的职责 不同的岗位 他都有自己具体的这个职责分工 然后师傅就会带着你从最基本的这个学徒工开始做起 一步一步地做起 他确实有一个一步一步最后结果子的那个过程 但是所有人都能摘到吗 还是你在这过程中特别的优秀 然后你摘到了呢 优秀是一个方面 但是也有天时的问题 因为我们中国人都讲天时地利人和 其实这六个字 我觉得我全碰上了 所以我从入职 从最基本的学徒工 然后又师傅带着 然后到乘务长这个岗位上 我用了三年的时间 其实企业家想问的就是 你做了什么 你赶上了什么 我想问一下李鹏 这个公司有多少乘务长 就是北京地区同时提拔了多少 乘务长这个是按飞机的机型和人员比例来配备的 比如说单通道飞机的话说 配备人员四到六人的话说是一名乘务长 也就是说一比四到一比六的比例 如果是双通道飞机的话说 二比六 或者是 李鹏 你很懂航 你干了十四年 你就告诉他有多少个就行了 有多少个是吧 有多少位乘务长北京地区 你不用给我们讲飞机的机型这些了 这样的我得简单的五到十秒钟算一下 北京地区乘务长有两百到三百名之间 好的谢谢 其实刚才这位企业家他问我有多少乘务长 然后我回答我说是 你那个比例就说得特别好 对 我就说比例 然后我们David就说 你就回答个数 对吧 具体问题具体回答 那个李鹏我们也听懂了 你大概是前30%的人才 就听懂了 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用三年时间当上了称务长 对吧 但是后来你又工作了 工作了十一年 总共工作十四年 那意味着你后十一年就没怎么成长 可可以这么理解吗 可以这样理解 其实从大的社会环境上来说 在某一个阶层它都有一个瓶颈 一定的阶层有一定的瓶颈 像称务长这个岗位 你的级别升高了 但是你的经济收入不一定会增加 为什么呢 因为企业家从资本运作的成本考虑 因为你级别很高 我用你 我就必须要保证用的少 如果我用的多 经济成本会特别的高 所以李鹏你说这一段就解释 为什么心思没涨 就是一个行业的 就说没涨就完了 也不是没涨 李鹏我为什么跟你面试特着急呢 我这个慢性的人也被你急得不行 就是你好像都是在绕着说话 绕着圈子说话 你作为成功长 其实要掌控局面的 对不对 对 为什么你会不直接回答问题呢 这个跟职业有关系 为什么呢 因为一个人所处的 就是一个人所选择的这个职业 会深深地影响他的性格 李鹏 李鹏 我真有点听不下去了 我听你讲话 我跟你说 我就感觉 你看你写的什么思辩呀 哲学 历史 心理学 我感觉你自己都是拧巴的 我觉得真的 我是 我都问不下去了 咱们扯近点 咱们在应聘这个职业 是这个企业文化 对 你能给我明确一下 他的岗位呀 职责呀 你能做到什么吗 其实企业文化很简单 一句话就能说得清楚 就是一个优秀的企业 他有优秀的企业文化 会有优秀的产品 总结出来就是一句 真的 任总 咱们别问了 你不觉得他就是 一直在跟你讲正确的废话吗 大卫老师 我特别想听你怎么接招 真的 这个我也觉得 我也是很不满意 我觉得这是没有结果的回答呀 我们没招 我们没招 我说两句 这个刚才我让你直截了当地 回答鱼琳的那个问题 我听得出来 你对我打断你 并且纠正你 有一点点不快 没有 我理解你一定有你的说话习惯 我也有 我首先理解你 但现在你要接地气 请用这个舞台上 大家能听懂的方式 跟大家交流 大家问你什么 你就直接回答什么 好 我问你一个问题吧 可以 你的人际关系怎么样 人际关系 组内的人际关系 组内的人际关系 我觉得是中等天上 就是所有的人 对我的评价就是说 李鹏是一个好人 那你一般会跟大家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紧张的情况 我发生紧张的情况下 是我的下属挑战我的权威的时候 我可能有时候会跟他发生紧张 那什么叫做下属挑战你的权威 因为从这个管理职能上来说 我作为下属的时候 领导决策正确与否 我先服从 服从完了 我可以再跟他进行私底下沟通 然后呢 等我坐到称呼掌这个位置上之后呢 就有些下属看人下菜碟 我讲一个案例啊 就是我称呼掌 我带了一名新的学员 然后我就教他 我说去的时候 非来回城 然后去的时候呢 我就教他 怎么做怎么做 然后他如果不会做 我就代劳 就帮他做了 然后呢 我觉得去城 我这样做了 我说回城 你看 你是不是可以做一下 然后他做了 他做感觉很良好 就是曾经有个旅客 向他要一个服务产品 他说没有了 但是我随手 就从那个服务间里的 机贡品的这个位置上 就拿出来了 然后我就把他叫到一边 我说这个不是有吗 师父 你怎么会对旅客说没有 万一这个旅客说 明明你们有 不给我提供 这就是一个投诉隐患 然后呢 他当时没有什么表示反抗 回到公司以后呢 我们做完一项工作 都有工作讲评 工作总结 然后总结的时候 我就想点一下他 我说有些同志 有一些服务上的投诉隐患 下次需要注意 我刚笼统地讲了这么一下 然后那个小姑娘 立马就跳起来了 说你打住 你打住 你不就是个称务长吗 然后他这样一说 我觉得就没有必要 再批评下去了 为什么没有必要批评下去了 如果你认为这是个服务隐患 对整个公司管理 是有问题的 他的情绪出来 你为什么不往下讲呢 其实就是我还是稍微 跑点棋啊 扯得稍微有点远 就是说到了天津 可能很多人都会讲郭德纲 但是我郭德纲的相声 我看了一句 对我影响很大的一句话 他说 如果你是一个火箭专家 你知道火箭是靠什么 动力上的天 但是他非要说 这火箭是烧柴火上的天 这个例子不合适 这个例子不合适 他如果跟你不相干 你可以用刚才你举的 郭德纲的例子 这个我知道 跟外行说这样的话 相对浪费我们时间嘛 对不对 问他不是啊 他是你同行 是你手下 而且你们是一个团队 这个团队要有 统一的服务标准 那他们要达到的标准 就该批评啊 我没有必要 就是说非要当场 就是说当场去跟他 纠结这个问题 那你事后找他吗 因为我还有工作流程 事后找没找他 事后 因为事后我公司 有工作流程 我会填公司 那个体制内的 制制版的工作汇报 我如实地汇报这个事情 然后我还有上级领导 然后我还有上级领导 上级领导会来 处理这件事情 不是 李鹏我告诉你 就是如果你做管理 已经挣到这个薪酬 您刚才那个处理方式 咱们讲的是一个 领导力风格的问题 但是您刚才讲 那个风格更多的是 好像是您的个人风格 我不跟你冲突了 我汇报给领导 让领导处理吧 推卸责任 对 这放到职场里 可能会讲 我觉得 我把刚才那个故事 下半段说完可以吗 就是我刚才讲的 那个事情 经过我的处理方式的解决 然后那位称武员 受到了降星降值的处理 而且还停飞了 李鹏 你看了吗 你给陈鹏气的 他都已经把灯都给爆了 您刚才是突然灭灯了吗 还是 我刚才听不下去了 我刚才我认为它 它是情绪性的灭灯 我刚才真的听不下去了 提到着急 就提到着急 你刚才说的每一句话 都是给你自己解分 第一 选择 你继续要选择企业文化 但是你刚才处理的方式 没有原则 我很了解你家达航公司 达航公司很有企业文化的观点 但是你执行的时候 它是你下面的部下 你应该帮助它成长 告诉他 这是不对的 而不是说我直接 你对我不禁 马上给你打个报告 把它废掉 所以这个点我是特别不认可的 我认为你刚才所有的表现都在剪 我录节目到现在为止 应该是第一次看到 没到您说灭灯 就把企业家给气得灭灯了 其实我刚才说这个问题 陈鹏这位企业家 其实他也有道理 如果我是一位老板的话说 我的下属他手下发生了一个问题 他没有进行有效的解决 马上就甩给了我 我作为boss我也非常的生气 但是我这件事情上呢 我作为一个管理港 公司有规章制度 我可以按法制办事 所以我就走了公司的规章制度流程 处理了这件事情 我也想替他解释一下 他干了14年在一个岗位上 咱就别的不说 那么简单枯燥的工作 能一干干14年 还能干到成务长 那个应该算是你们这个序列当中 最高的级别了吧 天花板 他还是有一定的能力的 第二 他能够14年在一个岗位上 兢兢业业的干 我觉得这份坚持也是不错的 对 你的问题我们也发现了 可能你从天上回到地面上 你回到我们人间 来到我们身边稍微有些不适应 没有 大家再多给他一些机会 你自己说说 你要找的这个企业文化 这个意向岗位 你描述一下 他应该是干什么的 企业的有企业文化管理培训 有企业管理 企业咨询 信息沟通 相关的一些岗位都可以 希望薪酬最低你能接受的薪酬 其实我自己定义的话说 如果在天津的话说 最低薪酬七千到八千 如果在北京的话说 最低薪酬一万二 OK 还算合理 好 天津也欢迎你 对 来 陈鹏 我最后再征询一下您的意见 我们马上第一环节就要结束 您是继续以灭灯来作为您的选择 还是把灯恢复 我灭灯 灭灯 好的 我们尊重陈鹏 来 第一环节的最后 各位企业家 请大家选择 好 李鹏 你进入到了今天求职的第二个环节 叫做天生我有才 你的技能和你曾经14年的工作经历 有关系吗 有关系 好 那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我演讲的这个题目叫做人生的意义 我为什么讲这个题目呢 因为我年近40岁 我们中国人都讲 40不惑 人到40到了不惑之年 很多人 都是在默默地为这个社会 为这个家庭做着贡献 然后在自己的职业上 一直心情地像小蜜蜂一样的 工作到退休 我之所以勇敢地还想站在这里 重新选择我的人生 是因为我感觉 有一首诗在我的脑海当中总是 时不时地会想起 神龟虽瘦 幽有净石 腾蛇秤雾 终未吐灰 老鸡腹力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 壮心不已 我虽然40岁了 但是我还想再开启我的人生 谢谢大家 我刚才 中年人 中年人职场 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些温度 我确实因为你设置了一个岗位 真心说这是我在非你莫属 我录两年都是非你莫属 第一次因为为了支持一个 马上40家的一个中年人 你又是位未婚的男性 真心说你这个标签还挺特别的 这是我第一次破坏了我的规则 来给你设岗 是一个创新业务岗 刚才朱总说了一个特别重要的点 就是40家的中年男性 在社会上特别普遍 从中年男性 40家会承载什么样的压力 包括大家面对这个现状 怎样更好的规划 就是能不能给40家的男人们 分享点观点 我是40家的过来人 你刚才那段讲述还是蛮打动人的 人到中年往往上有老 下有小 而且所有除了工作以外的 所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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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定了你有一种很幸福感的一种意识呢 哲学上讲的物质决定意识 我们不管做什么岗 我们总是希望我们的这个薪资 是越来越高的 会带来我们意识上内心的一种幸福感 首先李鹏 我觉得你这道题真没回答出情商 只是说你一直在沉浸在你的哲学思维当中 如果你学心理学 你至少知道马斯洛吧 就是从你的幸福感 你可以回归到职场里边 比如说工作意义感 然后你在其中价值等等之类都行 但是您回答问题有点太飘了 以至于大家听不懂 那如果我换一种方式回答的话 就是我在工作当中 身体健康 然后心情很愉悦 这就是我理解中的工作的幸福感 我真的是有点尴尬 是后会给我留了灯了是吗 如果真的是基于你刚才的那种回答 工作幸福感在我理解它是 就是你们老讲企文化价值观 我其实还有一种价值观 它叫职业价值观 就是说比如说我 我其实挣钱多少对我来讲 只是一个部分 我最大的动力在于帮助其他人成长 这是我最核心的 或者跟其他人协作 我是一个关系型的人 其实帮助别人 使自己心情变得愉悦 这就是体现在你在工作中 得到的幸福感 好 谢谢你的总结 好 来吧 第二环节的最后 我们有请朱家英 做出她的选择 我给你这个机会 真的 我很负责任地说 我给刘岗 好 李芳 进入到你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 谈钱不赏感情 来 佳英 因为刚才我提到了 我们要做创新业务 因为我们要做开放平台 那么在这个平台当中 结合着刚才你呈现出了 挖掘出来那一点点的优势 我想把你放在运营这部分 我给你这个提供 但是要经过我们下一轮 我的高级副总裁 要经过他最终的真选 我再给你订岗 但这个岗我留给你 OK吗 好 然后你刚才不是说到一个12K吗 是这样的 12K的薪酬我给你 我们是上市公司 我说话是要算数的 我只想告诉所有人 我们要给职场任何一个 想去改变 想真正做出改变的人 以机会 好 没有了 感谢朱家英 好 李芳 考虑几秒钟 选择猎片网 或者谢谢再见 考虑几秒钟 不需要考虑 我选择 你赢在40家的男人 还单身 还长得帅 还声音好听 谢谢朱总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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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谢谢 来 李芳 没事 交流嘛 既然爱看哲学的书 一定听过这句话 道路是曲折的 但前途是光明的 你今天的结果也挺光明的 希望你啊 早点落地 城部长李鹏先生 希望你从今往后 在猎片网 脚踏实地的工作 好吧 好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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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